感谢主带领我们进了到最后一场的聚会 经过两个星期的聚会 我们看到主的恩典 神把祂的道要教关在我们的心里 有道就有祝福 今天晚上我们来来等候主 我们去祷告 感谢爱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在天上的福 你爱你的教会 你爱你的儿女 不管我们在整个光景中 你都让你的道来教管我们 造就我们 也来鼓励我们 也来指引我们 也来接近我们 让你的儿女蒙福 也能教会蒙福 我们今天晚上再次等候你 因为你继续 任难透过你的道项目 是恩 奉主耶稣基督名乡 阿们 我们都说圣经是 亚哈福音第十一章 第一集到第四集 今天晚上我们也要看整个 亚哈福音十一章 关于神怎么救拉萨洛从死里佛法 整个内容的信息是什么 这个我们这里看到 拉萨洛病 他家里的也叫玛达玛利亚 就派人来找耶稣 第三集 他指明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 说主啊 你所爱的人病了 耶稣听听就说 这病不至于死 那是为神的荣耀 马达玛利亚跟 他人跟耶稣说 你所爱的人病了 不是说拉萨洛病 你所爱的人怎么病 当然这里可以看到 耶稣非常爱 马达玛利亚拉萨洛一家 圣经记载 耶稣有好几次 到马达玛利亚家里去 耶稣很忙啊 没有时间到人家里去 那个警察到家里 这一家人不得了 很大的祝福 耶稣亲自到他们家里去 那现在他们迷茫 拉萨洛病得要死了吗 迷茫 你所爱的人怎么病 想不通 我们常常迷茫 我们爱主 我们跟随主 有困难 我爱主 怎么有那么多困难 那这里 耶稣很清楚 给他答案是什么 这病不至于死 那是为神的荣耀 所以整个过程里面 做到神心 那带来一个 我们的心是什么 如果你是一个 爱主的跟随主的人 任何方的领导你 神度有个目的 那要彰显他的荣耀 在整本圣经里 决圣经就开始了 以色列人在旷远里 这是为什么要干个会末 而是神的同在 彰显神的荣耀 以色列人 为什么他盖圣殿 所罗马把圣经盖 还有什么 以后的荣耀充满这个圣殿 到底耶稣从天上来 对地上 暴出轮动 来到这个世界什么 为了彰显他的荣耀 一海说 我们见过 神都生去而知的荣耀 所以这里呢 耶稣很清楚讲明 彰显他的荣耀 什么叫彰显这荣耀 把神的美德 神的本性 神的大能 神的慈爱 神的公寓 神的救赎 神的信誓 透过我们人的生活 尤其是患难 里面能够彰显出来 让人得到祝福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到底彰显什么荣耀呢 透过这些彰显什么荣耀呢 我们现在先看下笔好吧 这个 我们先一个 这个 耶稣到了玛达 玛利亚家里 拉萨罗死了 我们看看 二十一节开始 玛达对耶稣说 主啊 你多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就是现在 我也知道 你无人相声求什么 神也不赐给你 耶稣说 你兄弟必然复活 玛达说 我知道 在末日复活的时候 他被复活 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被复活 耶稣来到台词了 拉萨罗死了 玛达玛利亚 对耶稣有一点点埋怨 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那耶稣什么说 耶稣说 耶稣二十五节 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被复活 因为二十四节 玛达说 我知道 在末日复活的时候 你要在那复活 因为他死了 耶稣说 二十三节 耶稣说 你兄弟必然复活 他懂啊 是耶稣你将来再来的时候 他必然复活 耶稣说 不是 现在 不是将来 但是生命在我 复活在我 是现在 我们知道 有动词嘛 动词有实态的嘛 这里用的实态是现在 不是将来 是现在 那么为什么 什么意思 耶稣说 生命在我 复活在我 这是我们中文圣经发言的 一些不完美的地方 这原来圣经不是生命在我 复活在我 不是 耶稣来说 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 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 什么是我是 我是 我们查过耶和福音知道 耶稣在整个耶和福音里面 有七次宣告 我是我是 宣告他是神的 摩西蒙耶稣 你叫什么名字 问什么 神没有名字 那我是我是 我是我是什么 西班牙文字叫厚瓦 叫厚瓦 我是我是 那么曲琴英文法语 叫厚瓦 中文被说 耶和华 所以耶和华 就是我是我是 神没有名字 有名字就被限制了 我是什么 后面没有了 我是个男的 你被限制 我是医生 你被限制 我是我是 神没有名字 无限 我是我是 所以犹太人很敏感的 耶稣就说 我是我是 表示什么 宣告我是神 宣告 昨天我们讲到 耶稣为什么行神节 为了犹太人知道 他是神 神的儿子 犹太人不接纳 所以耶稣宣告 我是我是 我是神 所以犹太人要杀他 在摩西律法里面 如果你宣告自己是神 要用石头打死 最后我们把他交给罗马 定是在十字架 主要一个原因 就是耶稣宣告他是神 耶稣本来就是 就宣告 在历史上 没有一个宗教 敢宣告我是神 撒迦拉尼没说他是神 他在寻找 寻找人子的意 是吧 穆罕默德说他是先知 他不敢说他是神 耶稣说我是神 那么现在 拉尔罗死了怎么办 你要解决拉尔罗困难 对吧 拉尔罗有时候困难 就在马达马列就等待 耶稣你怎么治他 你能够救他 实力佛太好了 这个不重要 第一句是 耶稣不是干真 第一句是 要马达马列明白真理 我们的焦点是 困难怎么解决 神的焦点是 你觉得这个困难 明白什么真理啊 就是要拉尔罗明白 要马达马列明白 他是神 不是神怎么能够叫你复活 我是我是 在约翰福音里面有没有说 耶稣说我是什么 生命的梁 我是世界的光 我是好莫人 我是羊的门 我是道路争理生命 我是葡萄树 现在这里 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 宣告他是生命 要彰显他的身份 如果耶稣在人身 真的是神 真的到你家里的 还得了 马达马列还不是 那么完全清楚 到马达马列知道 我是神 我的身份 如果我是神 不得了了 圣经里面说 约翰福音上上词 神爱世人 什么意思 当然里头有很多意思 神爱我 这里告诉你 你是谁 他是谁 世人 你是个人 这神的眼神 是个卑微的罪人 大卫说 我们在神的眼睛 连个尘土 连条虫都不如 你是谁 他是谁 他爱上你 你要考虑他的身份 神爱上你 你要选择他的身份 我们很少考虑他的身份 神让你明白圣经 我们在考虑他的困难解决了 神让你明白圣经 神爱世人 他是谁 以前相关于一个电影 很多人去看过 有个皇帝 他对皇帝里很闷的 他出去玩玩走走 听说某个地方 这女孩是很漂亮 他去看看玩玩 他变成老百姓的衣服出去玩 那有人陪着他 结果去到一个地方 结果遇到一个酒家女 哎呦很漂亮 他已经跟他聊天了 很开心 皇帝很少往外跑 一聊聊到晚了 天降黑了 这个女孩子的哥哥回家了 他哥哥回来了 那天本来这个女孩子家里 他哥哥是开卖酒的 那天是大概放假 不做生意 那些人谈了天黑了 他哥哥回家 回来一回来把门锁上 我女孩子害怕 哥哥回来了 看到我这个陌生人在谈好 那咋还得了啊 那个年代不是那么随便的 你快走快走 快走 快什么事都逃不了了 他哥哥把门锁上了 那麻烦了 那怎么办 躲躲躲 没地方躲 他哥哥找他妹妹 我回来了 什么 快快 你没办法躲到这个女孩子的房间里 那天晚上就 在女孩子房间里睡了一晚 第二天早上醒来 这个女孩子一看 那个睡觉 把衣服脱掉了 外衣也脱掉了 哇 女孩子一看 你怎么穿的是龙袍 龙袍 龙袍的 皇帝穿龙袍的 你怎么穿这个衣服 你哪里偷来的 不是啊 你是 这是谁的 是活的 你是谁 他说我是皇帝 哎呀 这个笑死了 皇帝到我这里来 皇帝到我这种地方来 哎呀 你到底是谁 我是皇帝 再不得 我是皇帝 这是不是是吗 你打死他还是是吗 那皇帝离开皇宫 那太后就问了 皇帝去哪里 他去哪个城市上去找太女孩子 那还得了 快找他回来 一堆人把他去 把皇帝找回来 来到这个酒家门口 这个女孩子一直问 你到底是谁 我是皇帝 你到底是谁 讲的一半 下边 这篇人到了 皇上加大 全部归下来 你到底是谁 绝对就杀掉了 杀掉了 现在 现在 耶稣说 我是佛法 我是神 祂是谁 祂是神 神了 了解这是生命 你了解这是什么 你有什么感想 那么伟大的神 将被为人到那么自由的世界 像玛达玛利亚 我到你家里来 在我们中间 跟我们去生活 祂是谁 你是谁 这里呢 耶稣传导 我们说有个原则 第一介绍就是要形成这基石 当你知道祂是谁 那这里 那么这犹太人 也是跟我们一样 有的是管你是谁 我这困难解决就好了 但是犹太人本来就在等这个神 等到来了 不见了 那这个 这里 那耶稣透过这件事 拉赦路病了 要救他 不单单要彰显 祂的身份 第二方面要彰显祂的工作 耶稣到地上来 没有听过 三十岁的传道 没有听过 彰显什么工作 我们看看 我可以说 这里呢 有一段圣经 我告诉你 他造就祂的门头 那时候死了 来找他 那道夫 要造就祂的门头 对吧 这以佛所说 有一些圣经 第二章的敌世界 第二章的敌世界 保罗说 我们原始祂的工作 神在门头上 在我们上做工 这个工作就是雕刻 这个工作要雕刻 你这种艺术品 给人欣赏 我们原始神的工作 神在我们上做工 是吧 我们觉得我们很热心 我也失望 我们说传道 已经死过 为主受苦都可以 为主死也可以 臭臭臭臭 神不需要你做什么 是神在我身上做什么 不是我要为神做什么 神在我身上做 我们也是祂的工作 如果你事奉解了 你就体悦到 完全是神在带领你做 还是你自己在做 祂在我们身上 我们也是祂的工作 可以想象雕刻你 成为一个艺术品 给人欣赏 造就你 神造就你的生命 能够让你得到祝福 给人欣赏 那我们看看 这件事跟门徒有什么关系 我们来看看 我们这个圣经落学 看第五节开始 耶稣素素来爱马达和他妹子 并拉赦路 听见拉赦路病了 就在所居治地扔住了两天 于是对门徒说 我们往犹太去吧 门徒说拉比 犹太人进来 让他石头打你 你还往那里去吗 耶稣素回答说 白了不是有十二小时吗 人在白天走路 又不知跌倒 因为看见了世上的光 那在黑夜走路 就比跌倒 因为他没有光 耶稣素跟门徒说 我们去吧 拉赦路 就死了 去救他 拉赦路病了 死了就救他 去哪里 拉赦路 拉赦路在 拉赦路在 把打你 门徒说 这个地方人家用石头打你吗 有人用石头打你 耶稣就逃跑了 溜走了 你怎么现在还跑去 你不是躲开了吗 怎么现在还去了 你去送死 这耶稣搞不懂 门徒搞不懂 那耶稣怎么回答他 耶稣说 白了不是有十二小时吗 你在白天走路 就不是跌倒 你在黑夜走路就跌倒 回答门徒的问题 白了什么 表示神的旨意 黑夜就不是神的旨意 你在白了走路 不是跌倒 现在是啊 他们是要打死我 我要不要去救拉赦路 不是根据环境 有没有危险 根据天父的旨意 天父要我去我就去 天父要我去 我就不知道 谁都碰不来我 谁都没办法把耶稣杀了 这是培训门徒 你在白了走路 就不止跌倒 对吧 耶稣一教导门徒 你要灵巧相舌 灵巧相舌 如果有危险 你可以走啊 毕掉 你保罗那些沙塔 要毕掉 那么现在怎么要倒闭呢 要送上门呢 这个学圣经 工科有很多方面要平衡的 要平衡的 那么如果有需要神造你自己 你必须要拥加舌 必须要倒闭 神造你去就去 跟环境没关系 跟环境没关系 白了走路不是跌倒 那要教导门徒 今天我们要 要不然门徒 你要不要到哪里去释放 根据什么 不是根据安全不安全 不是根据人家 要不要害你 要不要杀你 神要你去就去 培训他 跟环境没关系 神要你去就去 这个是个不容许的功课 神要你去就去 不会死死不了 除非白了 什么白了 神的自己完成 你就死了 那保罗临死前说什么 没好 他藏文章打过了 当跑到路跑 索性都守住了 现在死就死了 神跟我做的工作完了 说完了 应该死了嘛 见神去了 后来门徒 你不要看彼得三世不认识 后来他说 耶稣佛会向他写些道复兴 他传道的时候 有没有危险 有没有做了 人家警告他 好 我现在放你出去 你不能传道 他说什么话 不能传道 我听神还是听你的 本来三世不认识 现在不怕死 什么意思 你再传道 我再抓你 抓你你随时死 我听你听神 白了走路 人家不能碰他 人家不能碰你的 你锁链都断掉 你不能彼得 不能碰你 所以时尊先生记得 彼得有一次坐牢 有一个很特别的镜头 彼得躺在 见到你躺着 两个兵丁加住他 尽量他呼呼大睡 睡得相对不得了 为什么两个兵对着他 随时死着 他呼呼大睡 为什么 走在白天走路 不至于跌倒 有光 你走这绳子 谁都不能碰你 结果把他放出来 你放得 这是学校根科 我们今天事奉 叫教学文童 你今天事奉 没有任何因素 不要考虑 你要发展教会工作 什么跟环境没关系 我们教会应该开会 有的时候不要开会开太多 开太多什么都做不了 结果什么 不开会都还做了 一开会什么都做不了 考虑太多 有没有钱 有没有危险 什么都 神要你走就走 跟环境没关系 没关系 白了走 所以有一个传统 在相关很成功 解放后 解放人来到相关 解放吗 共产党来相关 讲到几万人心 来到相关两年 要回中国 中回中国 人家告诉他 中国政府不接纳 你们基督教 全世界都赶走了 常常人也都不行了 要坐牢的 这是你晓不晓得 晓不晓得 中国回去 有危险要坐牢的 说晓得 现在你干嘛 这是 神给他一句神经 神启示保劳 去耶路撒冷 神启示保劳 神启示保劳 去耶路撒冷干嘛 带锁了呀 去坐牢去的 神就是叫你去坐牢 神就坐牢 你就去 这个传统能回去了 神要你坐 你死不了 神要你坐牢 你就去 神要你坐牢 在牢里学习很多功课 大家都能清楚 结果死在牢里 你趁着白人总共不是跌倒 神要你做什么 做什么 门徒学习工作 你知道耶稣传导三年半 主要工作是培训门徒 当然要传福音 那个培训门徒比传福音还重要 因为耶稣死了要复活 复活又要升天 谁来做他工作 耶稣要门徒继续他的工作 成立教会 现在门徒是耶稣的工作 保罗说我们也是他的工作 要吊坑 成为意识品 然后呢 我们请你看看 下面 第11节 耶稣说了这话 随后对他们说 我们的朋友拉斯罗税了 我去叫醒他 门徒说 主啊 他罗税就比好了 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 他们却以为是照常睡了 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 说拉斯罗死了 我们也在那里就欢喜 这是为你们的缘故 好叫你们相信 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 罗马又称为敌事 就对同志门徒的说 我们也去和他同事 耶稣透过这件事 在门徒说说第二工作 懂吗 做第二工作 他说拉斯罗税了 我们去教训他 哇那好啊 其实耶稣是 耶稣讲明 这个睡觉就是死了 他们以为是真的睡了 耶稣就说 他说死了 我就教训他 信耶稣我们也死的 死是睡觉 要醒过来的 要复活的嘛 耶稣又复活他的阿能 当那门徒我听不懂 我没见过耶稣这样子 那耶稣要教导他 你是听不懂 听不懂听啊 要上课 没有上过这种课嘛 那你去看看 信耶稣的人呢 没有死 是睡觉 这少老家 现在书里怎么说 在主里睡着 主要把他将来一通带来 睡觉 去教训他 门徒说 死的怎么教训他 是搞不懂 搞不懂也要讲啊 然后耶稣做给他们看 后来他们就相信 耶稣培行门徒 有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 听耶稣讲的 听 听了你听不懂的呀 你是搞不懂 终会复活了 听 第一次听 然后呢 看 看耶稣怎么做 你听不懂 我做给你看 总懂了吧 听看 那后来有没有看到 耶稣叫拉斯格斯利夫 那么听了以后呢 耶稣要你自己做 就派门徒出去 才派门徒两个两个出去做 三件事 做了还要回来 向耶稣汇报 一起讨论 听看做 这个今天 如果你听了没看 你懂什么 对不起 我们要神学 多神学啊 对不起 听很多 可是看比 你看 什么你教会来就看 看来 要看看什么 看到耶稣怎么做 耶稣怎么按照圣经 在教会去做工作 耶稣怎么按照圣经 在人的身上 修剑你 雕刻你 成为一术品 他说神怎么透过圣经 带领教会 你看点 看着你自己做做看 你站着耶稣做做 看 他睡了 怎么睡 我们去找 那多么不相信 我跟耶稣同事 所以十二节说什么 十五节 这位十五节 我没在那里 就欢喜 这是为你们的愿望 拉撒罗死了 幸好我不在那里 因为耶稣如果在那里 拉撒罗就死不了了 他就对我耶稣一直在 我就是不在 等他死了我再去 这是为你们的愿望 看到没有 为你们 那么如果耶稣说 我那个叫慈利弗 你没看过吗 你没见过吗 就要见一见吧 所以神是活的 所以所有的圣经 必须跟你的生活拉上班一些 你的生活拉不上 我就对你好好意义 我们也信仰于生活 新娘于生活 现在门都很与佛 耶稣亲自在被他 你搞不得你得看看 看到没有 看到了 耶稣说什么 这并不足以死 那是为了神的荣耀 要彰性他的身份 那是什么 彰性他的 他的工作 那得说做功 手续点门主做 不要门主做 门主做 里面有个 我我在 里面有个最主要的工作 是你不要 事奉 不要怕危险 不要怕 有什么困难 神要你做就要做 你不要管 在白天做功 就是光 很危险 我算有一点小经历 我是没有打 自己信心不够 那怎么说 我在中国跑那么多年 中生开始是1990年 六四以后开始到现在 很多麻烦 有一次来了 你说居后们冲进来了怎么办 那我就进去了 你怎么跟你谈完 一谈他三个小时 九点钟 十点钟进去 谈到半夜一点 讲了很多 我们弟兄姊妹是 在外面祷告 又哭啊 又祷告啊 我到半夜一点 回去了 我说别来 牧师啊 你快走快走快走 明天快回去 我说好好好 我赶紧再来 明天我马上 多活着 就回想看 不晓得什么再回去 那天早上读圣经啊 到以色亚书55章 你们看看 以色亚书 55章 以色亚书55章 我们看看第几节 第十节啊 当时整段神经 第八节说 以色亚书说 我的意念非从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从你们的道路 这个是第十节 于血从听而见 并不返回 却自动地图 是地上发芽 其实是杀种的 有种 是要吃的有粮 我可说错的话 也必如此 就不突然返回 却成就我所喜悦的 在我发达去成就的事上 必然很痛 你们别慌慌喜喜 而说平平安的 蒙民党 这个 这个那件事 我早上读圣经 这个圣经又读 圣经又读 圣经跟我讲话 神的一年高功能的意念 你的想法跟神的想法不一样 你觉得有危险 不能去 神说什么 于血从听而降 是吧 怎么说 于血从听而降 并不返回 于血从听而降 并不返回 我懂了 我突然神开我的眼睛 雨雪下来 有没有下在一半才跑回去的 没可能 怎样跑回来干嘛 你怎么跑回来 我没叫你回来 谁叫你回来 哦 这样的 神给你讲话 力量从神来的 那飞回去不过 还要说 他说什么 所以第十一节 我口所说的话 也必如是 拒不处乱返回 我讲的话就是 我一传道就知道 谁叫你回来 跑了一半回来 然后 神给 给你鼓励 那么是吧 第十一节 我口所说的话 也必如是拒不处乱返回 却要成就 我喜悦的 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实 必然很重 你们别慌慌喜悦 这件事到现在十六年了 十六年来 好像很有问题 好像很有问题 还是平平地去 平平地回来 谁是有问题 就是这个圣经 你要侍奉 跟环境没关系 侍奉跟环境没关系 我要一句就句 不受环境的影响 神的力量 我哪有那个信心啊 很感谢神 保识我 那 耶稣说什么 这并不至于 实在是为神的荣耀 神的路约集中有个工作 张行神的工作 造就门徒 那另外呢 造就环大玛利亚 拉什路一天 保识是凡事些人 在患难中 你要学患呢 患难里有恩典嘛 这个恩典什么 是个造就你 能不造就怎么成长 造就没有患难怎么造就你 通常是患难里造就你 我们看看这个 现在这件事一发生 拉什路死了 环大玛利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刚才都过来 我们看 第十七节开始 耶稣到了 就知道 拉什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 伯达尼 离耶路上不远 越来越六里路 有好些犹太人 来看 环大和玛利亚 要为他们的兄弟 安慰他们 环大听见 耶稣来了 就出去迎接他 环利亚就仍然 坐在家里 环大对耶稣说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就是现在我也知道 你无能想成求什么 神也必赐给你 耶稣说 你兄弟必然复活 环大说 我知道 这末日复活的时候 他必复活 耶稣就对他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 环大说 主啊 是的 我信 你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就是那样 临着世界的 环大说了这话 就回去 暗暗的 叫他命述 环利亚 说 父子来了 叫你 环利亚听见了 坚王起来 到耶稣那里去 那时 耶稣还没有进村子 任在环大迎接他的地方 那些同环利亚 在家里的安慰他的犹太人 见他结盲起来 出去 就跟着他 以为他要往坟墓里那句哭 环利亚到了耶稣那里 看见他 就伏伏在他家庭上 主啊 你能找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环大环利亚听到一首特计话 可惜了 他不敢不信 很可惜了 你可能有点埋怨 你怎么找不来呢 你找来我兄弟不会死 怎么叫找来 你可能 耶稣是故意不找来 是故意的 你看看前面 第六节说什么 第前面 第五节第六节 第六节 听见拉萨罗兵的 就在索局之地 忍住了两天 看到没有 要死了吗 过两天再说 人死了不及就啊 你去家里那要死了 你打电话他几号 澳大利亚当地啊 1100啊 000 000 我打错就死了 太不及了 他00 000 000那么几乎是快 哇哇哇快 快嘛 路上抽烟烂烫 耶稣怎么拖满两天 耶稣是要拖满两天 等他死啊 耶稣说 为什么拖满两天 等他死啊 我告诉你不是等他死 你没消息 不是等他死 故意是拖满的 不是等他死 为什么不是等他死呢 我请问你 耶稣去到哪里 拉萨罗在坊堡里几天啊 第三次就结束了什么 他主人的 他现在 说是马达对 说主啊 他现在不是错了 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 一整四天 耶稣到哪里 拉萨罗死了几天啊 已经四天了 已经四天了 什么叫四天 那耶稣拖满两天弄到 拖满两天 那么 耶稣死了四天 什么意思 那么耶稣从 这个马达派人去见耶稣 从波德尼跑到耶稣地方 一天 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 要走路的 一天 那么耶稣拖满两天就去三天 那耶稣在从他的那个地方跑到 波德尼有一天 所以是关好四天 耶稣为什么拖满两天 就要等着四天 那换结果说 耶稣没有离开 他一定死了 四天了 耶稣拖满两天 拖满两天 这个 他家里人派人来 见耶稣路上一天 四天 那换结果说 他家里人派人来见耶稣 那天 拉斯鲁就死了 可能那个人离开家 来见耶稣还不知道 在路上 拉斯鲁就死了 不然怎么四天了 不然怎么四天了 所以耶稣拖满两天 早一天 拉斯鲁就死了 耶稣不是等拉斯鲁死 耶稣他已经死了 这是懂不懂 可是耶稣必须等他 死了四天再去 是托满 不是等他死 他一定死了 要死了四天再去 那是 有犹太人的文化里面 你今天我两次去以色列 他们都提到拉斯鲁佛 都是讲这个 犹太人的道理 都解释这个 这个犹太人呢 犹太人死了以后会复活 神让他复有的 犹太人叫灵魂出窍 有的 中国也有 有试过 这个人死了 复活他 又复活 可是有一件事 在他们的经验里面 人死了第四天以后 绝对不复活 不可能复活 四天就不可能复活 什么叫复活 复活就是灵魂回到身体 叫复活 那为什么第四天就不复活 他说因为 照他们讲 有的人发臭了 这个事实上就发臭了 发臭了 这个灵魂不肯回来 发臭了我回来干嘛 那你不要管真的假的 这是他们的文化 到今天还是这样 那如果他不够十天 耶稣来叫拉斯罗伯 人家不接纳 不接纳 这本来就有的复活 四天以后 谁干的 我请问你 耶稣是谁 四天了好不好 能不能 没有了吧 没有的 耶稣来了 没有的 耶稣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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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耶稣来了 那么为什么我们说 神要亚伯拉一百岁生生起来 一百岁生生不来了 七十五岁的时候亚伯拉还能生啊 跟夏家生了小孩 这个他其实本来就很久 已经不能生下来 可是到了九十九岁 那亚伯拉也不能生下来 那现在一百岁生生小孩 谁生的 谁叫你生的 不是神是谁 不是神是谁 那么神怎么叫以利亚 饥荒的时候到西水方 那乌鸦丰富 你怎么叫乌鸦 那乌鸦给你 是乌鸦给还是神给 那小孩都懂了 找人给不是 人给不是神给我 现在耶稣的复活在我 生命在我 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 我是神 死天了吗 发臭了没有 发臭了 发臭了 不行了吗 耶稣来了 那我请问你 耶稣是谁 是鸩汉福音的主题 我们这是什么 大安基这些死 要你们信耶稣是谁 是基督 是神的 因祂的名 那么现在在马带马利亚 学什么功课 学什么功课 要知道 学什么功课 要认识这个神 神永不太迟的 神永不太迟 不是 你不拿着人的想象来看神 神不受贤制 他死了就没办法 约翰福音里面 第四章 神什么 一字大乘的儿子 大乘跟耶稣说什么 你乘着我儿子 还没死 到我家里去 耶稣不给你去的干嘛 为什么我到你家里去 耶稣没去到家里去 他儿子好了 没有 为什么去 神不是空间形式 你怎么按照人的角度看耶稣 到我家里去 不需要到你家里去吧 能不能是 还要撑着我的儿子 还别死 如果死了 耶稣也没办法 有办法 耶稣也不死 马带马利亚 要真正体会到什么 不是头脑知道 你真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那么还有一个功课更差呢 我请问你 好 大书 那你喜不喜欢这道功课 你喜欢 有一件事你小心 当然 他们很幸福 耶稣拣选他们 拉萨罗斯利弗获 拣选这一家 要彰显来培养他们 培养他们 还记得圣经里 可是一件事他们很惨的 这四天好不好 这四天好 这叫什么 要门徒学学 门徒在看 你要学学等候的功课 神做事有时间 有没有时间 神是有时间 为什么有时间 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他有道理 为什么拖四天 神有他的意念在里面 你要死 不死我不来 你不可能复活 可能复活我就不来 你不可能复活了 不行了吧 那我来了 那么这四天你惨在等候 这四天你得等个长不长 如果我不晓得拉苏洛 有没有不信的亲戚朋友 说哎呦你看 你跟耶稣好朋友 招待耶稣到你家里 应该死掉了 人家可能当你不好意思 背后讲 背后讲 又信耶稣 信这 又死掉了 还有爱耶稣 你是不是觉得 等候的功 这个等候不容易 你在等候的是怎么办 等候期间怎么办 去等候的功 等候的事 你要忍耐 洗都洗不干净 耶稣惨了 耶稣惨了 耶稣的妈妈玛丽亚 对不起 玛丽亚什么 童女怀孕生 那个年代 女孩子什么 没有结婚 没有错嫁就怀孕 还得了 不是今天这个年代 还得了 东方人吗 女孩子没有学校生小孩 连她的未夫 都不敢娶她 这还得了 怎么娶你 结果天使下又说显现 有没有 那么 玛丽亚能不能讲见证 我生小孩 你为我犯罪 是神在我心里 神在我心里 出来 怎么犯罪 人家信不信 人家哈哈大笑 什么神到你这里 这个犹太人神 应许米赛亚来见 我等了一千多年 很多女人 都想做米赛亚的妈妈 没想到是玛丽亚 怎么能到你呢 你也不是有钱 你家里又不是法律载人 什么人到你呢 受羞辱 所以天使说 你不要害怕了 圣灵怀孕了 你要做生意受死 他说 他说什么 我是主的使女 情人按照神的自己 称在他身上 对吧 情人受苦 受羞辱 哦 这个女人 连他丈夫都很难受 这种女人你还要 这种女人还是举到头妻子 为不跟男人搞三搞事 生了一个小孩 拖野萍过来 你还要她 咋的 洗都洗不干净 有点洗干净 什么是洗三年 要等多少年 知道吗 你们说等多少年 三十三年 是不是 斯蒂夫华 果然 他的小孩是神 三十三年 这三十三年 你怎么过 你怎么过 感谢神 嗯 你马列说什么 我心中主为大 我的神就主为乐 我的乐从神而来 不是从能而来 不是我宽景于下 我心中神要我干什么 我以他为乐 你要世界上 得不到乐 你要跟着耶稣走 你要受苦 你洗都洗不干净 人家不理解 要等候 有一天 清主 要等候 你等候 有的人等不及了 埋怨了 离开主了 回去 你可惜啊 你等啊 你等等开 最不容易就是等候 等候 如果说等候 神的意念 高过人的意念 你不懂啊 你不许神的什么计划 要等候啊 在意大利 有一个天主叫神父 天主很爱主 我这个能讲到 得罪很多人 天主叫做神父 爱主 结果得罪一批 都是个流氓 火了 你讲到骂我 结果给了 金给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 也是这种吸毒的 这个女人 就送了个小孩 十生纸 给他一千钱 这个女人 把这个小孩 把他叫他门口 约人 写张纸 这是神父 给我的十生纸啊 哇 整个城市轰动 洗都洗不干净 包括小孩 人家在他门口 叫他门口 他知道 教廷知道 他圣洁 他没犯罪 那人家不知道 结果这个 这个神父把这些 抱起来 拿回家 营养他 什么话都不讲 等候 耶稣说 神说圣言在我 我必报应 等候 十五年 以后都小孩长大了 那个女人惭愧了 良心发现了 当中宣布 十五年 他犯了罪 冤枉这个神父 误告他 这个神父等了十五年 十五年 今天你 如果神爱你 你有可能 可能你在等候中 等候的 没可能在写作中课 等候的 耶稣自己都等候 他是神的 谁接纳他 耶稣自己有没有等候 耶稣的团造三年 等到 等到三年 把上了十字架 最后什么 死你复活 那么有个摆布上 这是什么 这真是神的儿子 有没有 三年半 你是神 从十字架上跳下来 你跳啊 你不跳 没办 就人要等候 时间没有到 十日以后 可以了 回来 是的 礼拜五上十字架 礼拜天复活 这些等候都可以 我们教会里 有个女孩子 中学不正常 闲女上学 不上学了 在家里 梳头 她到头上 她说有鬼 要把它梳干净 她就不上 也不吃饭 上学不上 她父母信主 她说不上 不上学 不吃饭 喝点水果 这也不温室 我们祷告 祷告 祷告两年 每个礼拜 最少去三次 一三五 早上一两个小时 也对了 弟兄姊妹 这人去祷告 唱诗 啊 好一点 讲她听听听 她不见你 你讲 结果神做功 她各自耳朵听听听 慢慢神做功 两年了 最好 两年多 两年多之前 那天 这个春节 她到镇上来 回老家了 老家不在几年 在冰州 她父母带她回冰州 过年到门开 记得几大的亲戚 爷爷来来 那天呢 我就陪着他们 我反正那天 春节在那边过年 我现在陪他们一家人去 我在我住旅馆 他们家里 还没信住 我到那门 我住旅馆了 你怎么陪他去 他是很惨的 他说你怎么信耶稣 信得这样 信耶稣 你说你都不上学 耶稣在哪里 你都不上学了吗 那么信到耶稣在哪里呢 他说我讲不清楚 他爸爸痛苦 他说为什么耶稣这样 这样子再来 他们更不信了 我告诉你 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 喜都喜不敢去 半年以后 好了 神听到两年半 我们替他祷告 咔 拉 什么上师 因为这个房间里有鬼 他已经这个房间里 拜扑 这个邪定在里头 把他捆住了 唠叨叨叨 终于好了 到下一个过年春节回家去 耶稣救了他 等了三年 其他家里人也要听听福音 等三年 这三年你都是不好做 你头抬不起来 你讲都讲不清楚 马达玛利亚学些等候的功课 那我们再看下去 耶稣在马达玛利亚身上 跟门徒一样 我们是他的公主 我们看看 我们从三十三节开始 耶稣看见他哭 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 就心里悲叹 又省忧愁 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 他们回答说 请主来看 耶稣哭了 犹太人就说 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亲 其中有人说 他竟然看了瞎子的眼睛 其不能叫这人不死吗 耶稣有心里悲他 来到坟墓去 那坟墓是个洞 有一个石头挡着 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 那死人的姐姐马达 对他说 主啊他现在必死臭了 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 耶稣说 我不是对你说过 你的信被看见神的荣耀 他们就把石头挪开 耶稣举摸往天 说父啊 我敢信 因为你已经听我 我也知道你常听我 但我说这话 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 叫他们信誓你 猜得我来 说了这话 就大声呼叫说 拉松楼出来 那死人就出来 手脚固着脸上 拨着手巾 耶稣对他们说 借开叫他走 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 见了耶稣所做的事 就都有信他的 但其中也有人去 见法利塞人 将耶稣所做的事 告诉他 那这段圣经 结果耶稣来到 马达玛利亚家了 在哪里啊 拉松楼在这里 在坟墓里 那么耶稣跑到坟墓 来到坟墓 要到坟墓 三十八九 耶稣有心里别他 来到坟墓 那坟墓是个洞 一块石头挡着 耶稣说 你把石头挡开 那死人的姐姐 马达对他说 主啊 他现在被人撞 因为他死了一段时间 耶稣说 我不是说 我不是对你说过 你的信就不看见神的荣耀 他们就把石头挡开 平得耶稣来了 要叫拉松楼四里佛 拉松你哪里啊 愤怒当怒 你们把石头挡开 那么 我叫拉松楼四里佛 不要挪了 平得已经发出了四天了 石头不要挪开 不肯挪 结果挪不到 结果挪不到 不挪耶稣 拉松楼不出来 不挪耶稣不干 根本 耶稣不需要石头挡开 能不能叫拉松楼出来 不受影响的 跟石头挡开没关系 是你们有问题 他们不信 耶稣能够叫他实力复活 神的话不信 神讲运 复活在我身边中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别复 信不过这个话 不信神的话 神哥你到底信不信这个话 你们把石头挪了 不需要挪开吗 耶稣这样可以叫他实力 你挪不挪 不挪 那么耶稣说什么 还好 结果他们听了 什么事物 因为耶稣还鼓励他们 耶稣怎么鼓励人呢 这么大石头 又听到神的话 耶稣跟他们说什么 四十九 耶稣 我不是对你们说过 你都信不信 看见神的荣耀 耶稣怎么帮助人 你帮助他们 软弱的 那个听神的话 没有信心有信 听到神的话 我不是你说过 你都信就看见神的荣耀 挪了 这个了 笨挪就完蛋了 你帮助拉斯洛怎么做 耶稣不干了这个事 今天怎么有很多困难 你甚至没听我祷告 你有很多石头挡着 你的石头是什么 你信不够 你信不够 你说耶稣不听祷告 你石头挡着吗 你有结束 往你解决困难 有自己想办法 你石头挡着 你信不够 你石头挡着 你永远在你圣灵上 见不老拉斯洛死里复合 这也是做给门徒干的 做给门徒干的 门徒 门徒要懂 你的石头是什么 党的 信不够神的话 神的话不下 你石头是手 有个摩斯那个时候 我三十多年 四十年间我认识他 那个时候年轻 我也年轻 我比他大几学 大个六七学 很爱做很追求 我说你这个人 应该神服上你传道来 这个表现 你不像个普通的基督徒 他说圣经有行 心有好 传福音 在马路上 跟药发的那传福音 这样的很难 圣经那么懂圣经 一定就 我说你怎么上神学 去读圣学 说传道吗 他说我怎么去 我说你怎么去 他说我现在要上班 我要养我妈妈 我爸爸死了 妈妈是寡妇 我不养他怎么学 那我就问他有问题了 我说如果什么 你去做神学 你不上班 神赞养给你有能力 供养你妈妈 有没有可能 他说当然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是不做 当然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 你这回石头挡着嘛 你去啊 怎么不去啊 你还当然有可能 他说我自己讲道还这样 讲了你了 还是石头挡着嘛 我妈妈钱哪里来 我妈妈怎么活 石头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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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弟兄 很有恩赐 哎呀 这讲道比牧师还好 你怎么不传道 他说石头想 石头想怎么样 怎么上大学 那么全世界牧师的孩子 都上不了大学了 石头挡着 石头挡着 到现在还不传道 这个已经七十岁了 很感谢 没了 为什么没了 我说传道一定有什么了不起 神在你身上干什么 你的石头挡着什么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不是看宽敬的 还是神的话 你石头挡不挡 还好 马达马达挡得没有 挡得 就是中国人 一挡开 一挡他 神就做功了 耶稣做功 挡开 挡他 神就说 石头挡开 他们就把石头挡开 耶稣举摸往天 说 父啊 我感谢你 因为你已经听我 我也知道你常听我 但我说这话 是为周围战斗的人 叫他们行事 你采了我来 那死门就出来 手脚骨子 脸上包着手进 耶稣对他们 解开 叫他主 手中挡开 每次就祷告 父啊 我感谢你 你 你已经听我 你 父啊 他说 父啊 那你干嘛干嘛 做个祷告 祷告嘛 祷告了 我要公开祷告 你心里没道也可以 祷告叫上 父啊 我感谢你 你叫父啊 这里有犹太人 这个 纳斯罗死了 有些他们的朋友 犹太人来安慰他们 有没有 这犹太人很多是法律人 约翰福音里讲 犹太人大部分是指犹太的宗教领袖啊 叫犹太人 我说约翰福音里的犹太人 是指这个 这是法律人 父啊 我 我 祷告是我 你听我 我说这 我说是为他们 你做点的父啊 犹太人一定 耶稣叫父啊 判死去 你怎么称耶稣是父呢 称神是父呢 你是神的儿子 我们说 犹太人如果你宣告你是神 用石头打死 给他听 耶稣就是道给他 我就是神的主 你跟魔鬼打仗吗 宣告 要大家明白真理 那么那时候 你耶稣你救拉斯罗 救拉斯罗搞这个干嘛 你造了 救拉斯罗不重要 我再重复一次 神解决我们的困难 这个重点不再困难 神解决我们的困难 痛不再困难 你被真理 所以耶稣这方面 他很严格 很谨慎 什么耶稣叫我一兵就一兵 你叫我赶紧就赶紧 你要明白什么真理 父啊 我祷告 那现在 这个玛达玛利 有没有 玛达玛利听到 他祷告神叫父啊 那他是谁 那么耶稣叫神师父 嘴巴讲没有 他做给你看 他做给你看 证明给你看 他有见证 他有见证的见证 他所传的道 怎么见 拉斯罗出来 出来了没有 那你说我是谁 你嘴巴讲没有 我做给你看 今天神要我们的见证 要见证我们的道 上讲台不困难 你讲台下来才困难 你是个什么生命 你过什么生活 你的生活里边也没什么到 不然不然就不接纳你 那他都出来 我请问你是谁 那现在 耶稣在马达玛利 上说什么 你不说什么 马达玛利 上说什么 耶稣永远不太死 永远不太死 是吧 那他们经历 这个事 那他们知道什么 谢谢 要他们等候 做什么 要他们学学等候的功课 然后呢 要他们把石头挪开 一挪开就看到神的显现 神的大能 福和大能的显现 就看见了 神明 我们要看到神的大能 圣明里看到 你必须石头挪开 必须石头挪开 不然你永远看不见什么 石头挪开 那么这其他人 其他人都有影响 对门徒有影响 都是所公主 你说我说谁 犹太人也在 这些法律生都在旁边 那么说谁 那么也说给门徒看 也给马达玛利 那我请问你 拉萨徒怎么复活的 耶稣说什么 拉萨徒出来 这个拉萨徒出来 比拉萨徒父还重要 神就不重要 耶稣怎么行圣经 透过他话来行圣经 我们注重神就不忠证神的话 如果耶稣不说拉萨徒出来 拉萨徒怎么出来呢 我们对神就很敏感 对神的话不敏感 神的道不敏感 神怎么闯到天地 说有就有 通过他的话来做事 是要门徒学习 马达玛利要学习 你注重神就不注重神的话 神就不重要 神的话重要 神的话重要 你有没有听见 拉萨徒出来 拉萨徒说 耶稣讲的说 拉萨徒出来 如果耶稣讲错 当时被讲 如果耶稣说 拉萨徒进去 那完蛋了 一辈子出不来了 对吧 有的人很有心情 有时查经 有个弟兄说 这个耶稣变了麻烦 就出来就出来了 那拉萨徒不要讲 也能出来 对啊 你拉萨徒不讲 就麻烦了 全世界的死人 全部跑出来的 谁出来 拉萨徒出来 谁出来 按照神的话 你要小心神的话 这个亚徒大政的儿子 跟耶稣 我的儿子快要 一快要到我家 我的儿子快要死了 耶稣不敢去 耶稣说什么 如果看到神去 其实你们总是不信 耶稣责备他 他的意思就是 你到我家里 我如果死了 我就信 什么话 你跟耶稣讲条件 如果不堪解释 你们总是有责备他 那是耶稣行的圣经 我出在哪里 你不要神的话 你看圣经干什么 好 那耶稣跟这个大圣 不给你看圣经 耶稣说什么 回去吧 你都是活了 你去不去 这个能了不起 去吧 圣经什么 那能什么 信耶稣化而回去了 有没有 他在信耶稣化而回去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神经 有没有看到这活 没看见 还没看见吗 没看见怎么去 信耶稣化而回去了 那结果有没有看到神经 路上碰到家里用了 用了路上碰进来 早上你不要麻烦耶稣了 你又是好了 是你活活了 他很敏感 什么时候 昨天几点之后 昨天下午一点到三点 他很敏感 这个时候就是 就是耶稣说这话的时候 你们小心 要门头学习 马来马来学习 你不要重点 不要放在神经上 神有没有话 神用他的话里救他 不是神去救他 计划的时候 神叫伊利亚 叫个乌亚公安他 乌亚怎么能公安他 乌亚怎么能公安他 乌亚到病哪里了 因为耶稣讲的 乌亚是没有的 耶稣说什么 我以什么 分出乌亚公安你 耶稣说了算 你看他 说算 是耶稣培行孟通 培行马达马列 都要你注意他的话 神的话很宝贵 你不要下开这本神 你什么神 做什么都做过神 那我们就是 不讨好做神经 早上不要领求祷告 你不要做出神的话 你怎么活 所以耶稣说 能活就算 不是单独一口 那是靠我口里所说的的话 耶稣透过神的话 圣告摩根的试探 圆圆神的话 真的话 耶稣什么 透过这个 拉松罗斯里佛 要上一些什么 彰性他的公主 他怎么造就人呢 用透过他的话 彰性他的公主 为了造就人 也让他知道 什么的神祭极师 对神祭极师 有一个正确的了解 门徒懂了 哦 神祭极师 不重要 主要耶稣讲的话 不要造作神祭 造作神的话 神经不走 然后呢 那时候都出来了 脸上固着糊 出来了 那怎么办 耶稣不干了 你们借给他 怎么耶稣不干 叫他们干 耶稣也可以行神经 他就飞走了 可以吧 这个耶稣不干 耶稣行神经 整本圣经讲 耶稣行神经 又是在耶稣 有原则是什么 人能干的他不干 人能干的他不能干嘛 能能干他不干 神经是什么 擦了什么叫擦了 人不能干嘛 人不能干嘛 他能干什么 所以现在有的教会 最终神经 最终走火落魔了 他是伤风干嘛 不能吃药 不能看医生 看医生吃药 就是没有信心 结果死掉了 那什么不干嘛 你能干的 能能干为什么干 伤风干嘛也不是吃药 伤风干嘛 伤风干也 我认识一个基督都很好的 他姐姐神门教会 那是三十多年前 牧的 他醒后来 他不肯信 他真的不肯信 他在弟弟圣爱耶稣的 很虔诚 耶稣为他死都可以 结果他去这个教会 教会叫他一病干鬼 你要有信心 这个教会是追求这个 你有病不许看医生 凭信心 你看医生就心情不够不需要 这个他很虔诚 结果病了 不看医生 三十九岁不到四十岁死掉了 结果他姐姐不甘心 那么 那我弟弟那么虔诚 怎么耶稣不救他 讲不清楚 讲不清楚 怎么办 讲不清楚 我弟弟那么虔诚 没有事不救他 怎么搞不清楚 不懂圣经啊 你不懂圣经怎么办 弟兄你不懂圣经怎么办 走火落寞 不懂圣经怎么办 懂一次半解 一次半解 一次半解 本群群 好不好 这里告诉你 拉萨露出来 借开叫他走 就是圣走公 那么圣怎么 这里圣不但借开叫他走 叫谁借开 耶稣就对他们说 借开叫他走 那借呢 借开这个人走 那借补这个人就 有没有祝福啊 有没有祝福啊 耶稣站在那 拉萨露站在那里 你干嘛 借 他说死人怎么站在我面前 借开补 耶稣拉萨露在握手 谢谢你 这个人经历神的复活胆 通过拉萨露 圣经说 所有人这场人 都要得到祝福 没有人得到祝福 你借开叫做 好 这个叫做 耶稣用水煸酒 倒酒的人 有没有祝福啊 有没有祝福啊 把水倒在缸里 人家要酒还是要水啊 要水你倒水干什么 你要酒 你要倒水干嘛 你倒水都不能用 神请你倒水干嘛 因为耶稣的妈妈 吩咐他们 耶稣的母亲 吩咐这些用的是什么 他告诉你们什么 他吩咐你们什么 你要做什么 有没有这样讲 对 我告诉你 中文圣经 漏了一红 这个是漏了 英文圣经发出来 漏了一个字 不是我吩咐你什么 是在乌人吩咐你什么 在乌人吩咐你什么 你不要管啊 谁他们用水 倒在缸里 要酒 他什么说 这些用的什么 顺服呢 什么说 这个水管用啊 不用讲 耶稣的母亲 马列宋 但不管他讲什么 你抓住 你头脑痛不过的 人家说你神经病 你坐 你坐不坐 他说坐了 大家随便得救 整个神经里告诉你 你抓住神的话 神的话 拿手都出来 三四八年缺腿的 不能走 耶稣起来 哪里能住 起来了没有 人家说起来了 他三四八年就不能起来 耶稣一句话就起来了 好吧 这些人 那现在我们来说看看 耶稣 这病不至于死 乃是什么 张先生的荣耀 那么荣耀 耶稣要透过 拉撒路斯里复合这件事 在人上上做工作 在门主身上造就他 马达玛利亚 拉撒路身上造就他 拉撒路斯基 青神经理 斯里复合 耶稣回答他问题 你说爱的人病了 因为你说爱的人 才需要病 耶稣要选一个人 做个样板 做个思念 从坟墓里去出来 选谁 选你你肯不肯 到坟墓里死一死 再出来你肯不肯 害怕 不是没有人肯 拉撒路肯 打爱耶稣 爱耶稣能才肯 我们现在种牛豆 英国人的医生 发明种牛豆 不然要吃天花 那个医生 发明种牛豆 找谁打 没试过 这个真的找大儿 你爸爸你找我干嘛 你说我的人不找 你找谁啊 真的找你了 那你来死 一死 小孩运过去 差点死掉了 你爸爸 我不找你找谁啊 耶稣不找他 你说爱的人病 那是为什么你爱耶稣 跟着你爱耶稣的困难也多 神要透过你的身上 彰显祂的荣耀 耶稣说要背十字架 跟彼此说 尼妙十二级 背其他的十字架 现在呢 哪是我 那现在还有一句的 这里还有一批 更重要了 里边有些犹太人 除了在场 这个人 除了门徒还有一些 马达马利亚 还有谁 马达马利亚 门徒 耶稣还有犹太人 我们看 我们看十九九 有好些犹太人 来看马达和马利亚 要为他们的兄弟 安慰他 这些犹太人是谁 我说很多解经家解释 这些犹太人 在犹太 约翰会里 约翰家的犹太人 就是宗教领袖 法律上 也可能是他们 亲友 法律上 那么 这些人来了以后 结果来看 耶稣 耶稣 耶稣等于把他们 逼着他们来了 他们来了 他们说什么 你看 他们说什么 你上次六千 有点人就说 你看他爱这个人 何能啃钱 其中有人说 他只开了瞎子的眼睛 岂不能叫这人 不是什么 人家要看笑话了 耶稣来了 你开瞎子眼睛 你能叫他死里佛华 耶稣请他们来 你请他他不来 他怎么回来 纳塞路上风赶 他们来不来 不回来 死了来不来 死了你单位请假都要来 死了你非来不可 怎么没有空遥空 人死了嘛 来了 看到没有 他开了什么叫看 你看 你看到瞎子眼 你能叫人死里佛华 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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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在他们身上看 看见了没有 看见了 你又才能看 所以十七节到 这里就是犹太人 然后下面 三十节到三十七节 这里这些犹太人在旁边 耶稣扩 他们看到耶稣扩了 都看见 那耶稣看见之后 拉斯路出来 拉斯路出来 全部看见 十十五节 结果是什么 十十五节 那些来看 玛利亚的犹太人 借着耶稣所做的事 就多有信他 看到没有 怎么信 看到了 看到了 信不信 有的人信 看到了 你看到你信不信 也有人不信了 有人去告诉佛莱斯 而杀耶稣 有人不信 总有人信了 你看到他信不信 那你心里刚硬 你看到他 你信不信 信了这个后果更严重了 结果拉斯路复活了 这个下屏更厉害了 结果有人请耶稣吃饭 也请拉斯路 你要是拉斯路坐在耶稣旁边 一句话都没讲 人家看到拉斯路就信耶稣 耶稣没传不应 拉斯路没传不应 坐在那边 耶稣世王坐在旁边 你看 你看第十二章 第九节 有许多 第十二章第九节 有许多犹太人 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 不但是为了 耶稣的用 也是要 看他从死里复活的 拉斯路 那即日上上 连拉斯路也要杀了 因为好些犹太人 为拉斯路远古 信了耶稣 他们俩就看拉斯路 你看拉斯路 为什么 如果拉斯路没有死里复 要不要看 拉斯路死了要不要看 但是生命的改变 现在你有生命改变 那就要看 这个瞎眼的是什么 他我已经瞎眼的 现在好了 你怎么解释 那就要看 我已经瞎眼的 现在我已经开了 你怎么解释 感谢神啊 神要看到 你真正心有什么 生命改变 不改变 你就看了 那就要看这个 拉斯路一句话 没有讲 怎么信啊 不要讲怎么信啊 他藏在那里 就是个生命的见证啊 因为在拉斯路死了 怎么跟你说吃饭 那今天很简单 如果我死了 如果我死这样 我相信你们会来送我吗 到了冰淇淋 火了 然后送我到火葬上 一推进 你回家了 你不理我了 回家了 我火葬烧掉了 灵魂不死的 那怎么办 死啊 过两个礼拜 你看到我跟刘牧师 在吃饭 怎么搞的 我早两个礼拜 刚刚送你走了 怎么吃饭 那么要么见鬼了 要么死里佛活了 那见拉斯路 死里佛活了 也是什么 那彰显他的公主 那些呢 他是神 彰显他的身份 彰显他的公主 那彰显他们 那么彰显他的慈爱 主啊 你说爱的能病 你怎么证明你爱我 做过拉斯路这件事 耶稣有没有爱拉斯路 耶稣还没改变呢 那你怎么 我有病呢 你爱什么 他一月生离开他 结果 在十二章有一节圣经 十三章 圣经十三章 杨奥平十三章 这里 事后到了 他既然爱世间 说自己的能就爱他们到底 神的爱永不改变 神的爱永不改变 不是因为你病得死了 耶稣不理你 你病得死了 神更爱你 对了伤心的荣耀 神的爱永不改变 我们遇到困难 怀疑神的爱 神的爱永不改变 今天有的人不敢来教会 制造自己不爱主 制造自己不祷告主 制造自己犯罪不悔改 不敢来 像我这 耶稣不会爱我 你错了 你犯罪 耶稣也爱你 不是鼓励你犯罪 神的爱不改变 人会改变 神不改变 你犯罪神也爱你 神爱你的人 不爱你的罪 不爱你的罪 你犯罪神也爱你 这两码是神爱世人 神在永不改变 爱世人有难 所有的 杀人犯我都爱 你杀耶稣 耶稣也爱你 是不是 为他敌能导回 有没有 神在 何况什么 何况什么 这里说什么 说基督徒 他爱 既然爱世界 所以就爱他们到底 爱世界 熟自己的 世界上有两种 一种是信任 所以耶稣的 世人神爱世人 不信任神都爱 你所以耶稣 爱到底 你更爱 永不改变 有的人不敢来教 我没有悔改 圣爱你 不是鼓励你犯罪 你要回来 神在永不改变 神没改变 你最近让他觉得很多时间没有祷告赌经 圣爱你 不是爱你的罪 你不会再圣爱你 爱你怎么办 圣管教你 管教你就是爱你 帮你回来 圣爱你 圣爱你 跟你没关系 不过有一点不一样 圣爱你 并不等于他喜欢你 他不喜欢你 爱你 爱你并不等于他喜欢你 爱你 你没负担 喜欢你 要负担 你要负担 你要合乎神的心意 那么说大卫是合乎神意的人 神喜欢他 喜欢你 你要负担 要合乎神的心 神爱 担保改变 神爱你 那么怎么神爱 那是 耶稣生命要流露出来 要表现给他看 那是什么事 你怎么证明你爱他 下边我们看 耶稣不但彰显他的 彰显他的感情 彰显他的感情 我们看看这个 33节 耶稣看见他哭 并看见 与他同类的 有他人也哭 就心里别他 又生 又生 并说 你们把他安抚在哪里呢 他们回到神主来看 耶稣哭了 圣经上说 就在耶稣哭了 耶稣哭了 哭什么 哭什么 也不 那么多人在哭 因为看到那么多人 马上都死了 亲戚没有过 家里的那个 那么多人哭什么 难说 生离死病嘛 痛苦 耶稣也难受 同感 同情就是同感 你痛苦就是我的痛苦 不那么多人有同感 你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 这个叫怜悯 不然你哭不出来 哭就是难受 我也难受 那时候我死了 生离死病 我也难受 这是感情的流露 你怎么知道你有爱 有感情 你爱耶稣有感情流露 你爱人有感情流露 没有感情流露 不是爱 嘴巴也没动 我请你吃饭很好 请你吃饭 有的事也有感情流露 自己没走 弟兄怎么很爱走 自己不舍得说 什么没有 请你吃饭 做很多菜 有的弟兄撒害人 他自己不舍得说 感情流露 很有感情 耶稣哭了 有没有感情 你有爱吗 有感情流露 你求求帮助我们 弟兄姊妹里面有能爱住 有的牧师爱住 弟兄姊妹有感动 在你身上看到真的爱 在香港有个小孩 有个坏习惯 读着小学 有个习惯到包池上 偷书 不是没有钱 他有习惯偷 不要花钱 麻烦 爸爸教育他不停 一定爸爸就忍不住 把他打一顿 从今以来不敢偷 妈妈觉得爸爸打到 妈妈跟我儿子 现在你不再偷了 是的 现在你知道了 你偷爸爸要打你了 你不敢偷 不是 小说不是 不是因为爸爸打 因为爸爸打我的时候 他哭了 爸爸打我的时候 他哭了 爱有感情的 爱有感情流露的 所以最后 耶稣在整个 从拉撒路之前 世界复合 耶稣对所有在场 每一个人都带来祝福 彰显他的荣耀 保罗斯凡死些 基督都没有做出这个祝福 不管你怎么神的 永不改变 这件事完了以后 完了以后还没完了 完了以后第十二章 这就是十二章 越界的前流 耶稣来到伯大尼 就是他叫拉撒路 从实力复合之处 有人在那里 给耶稣预备演戏 马达伺候拉撒路 也在 马达伺候 拉撒路也在那里 跟耶稣坐下的人 马达伯大尼就拿一斤 结果的真香膏 摸耶稣的脚 又用自己头发擦 物理就满了香气 这件事没有完 马达 马利亚 拉撒路一家梦 那么的恩典 怎么擦一只脚 要有回应 耶稣祝福你 爱你 你们回应 他们一家人也回应 头发擦 把最好的香膏 刀在耶稣身上 把最好的脚 擦一只脚 向耶稣感恩 耶稣爱我们 干什么都可以 耶稣都有一个盼望 你必须回来感恩 感恩 要回应神的爱 爱不得让很多人痛苦 为什么 你爱他他不爱你一惨 有一个弟兄很伟大 我的妻子 他怎么对我 我还是爱他 这样的 他如果跟着 生了小孩回来 我还是要他 那么伟大 我不相信 这个是不是 妻子不得 晚上睡不着觉 那么伟大 你爱人也能回应你 你回应 你没回应怎么 神经在什么都 没有其他盼望 等我回应 这个什么大马复兵 怎么就回来 结果不来 感恩 回来 结果只能回来 大马蜂兵回来 结果耶稣都能说 第一说 他九个在哪里 那我敢又怎么样 你敢又 有的时候我敢又怎么 耶稣说 你的性救了你 他病好了吗 这不是马蜂兵 马蜂兵好了 你的性救了 你病好了 你灵魂没得救 他因为要救 耶稣灵魂的救 他是要病好的 就满足了 耶稣你的性救了你 神经告诉你 一个感恩的人 你恩赏家人 神给你恩赏家人 这个就是打冒风 变得很重 你不回来感恩 他没有恩赏家人 你病好了 你什么都不去 过来你就死掉了 所以你看 这件事感恩 这个最后的重点 非常重要 你看一开始十一章 有一句话 一开始十一章 你要留意 对你说什么 第一句 有一个幻灵的人 名叫拉斯鲁 住在伯达里 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 玛达的村庄 这玛利亚就是用香膏 牧主又用头发插插脚的 画面的拉斯鲁的兄弟 拉斯鲁的世界 就是那个用香膏插耶稣脚 用香膏插耶稣脚 是拉斯鲁的复活 之后还是之前 之前 之后 之后感恩 拉斯鲁是感恩 用头发插耶稣脚 那现在拉斯鲁发生 这个话谁写的 这是约翰写的 约翰非得约翰写的 约翰非常看重感恩 这件事 约翰写约翰 这个拉斯鲁就是 那个用头发插耶稣脚的兄弟 玛利亚一家 向耶稣赶你 这约翰心里 印象很深刻 太好了 耶稣好 玛利亚好 耶稣爱你 你爱啊 耶稣有回应 神爱我们 不管你这什么宽境地下 神代永不改变 不管你跟随主爱主 遇到什么患难 神要祝福 神要任何事情领导 神要在我们身上 做祂的工作 修正我们 抓住我们 神没有其他派吗 这个派吗 向祂赶 让我们祈祷 感谢主 没有要我们为你牺牲什么 要我们的新贵下 你的爱很伟大 不管我们怎么样 你的爱永不改变 不管我们怎么换难你 你永不离开我们 你要把祝福带给我们 因为你帮助我们 怎么在患难里边 等候你 看到你的荣耀 看到你的工作 也就你帮助我们 怎么样 像玛利亚这样 做一个感恩的人 来回报你 甚至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你 不是牺牲 那是为了回应你的爱 因为你祝福你的话语 今天晚上 与你的话语成为 每个弟兄姐妹的祝福 我们主耶稣记得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